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一位64岁的老太太 让几位男士深深迷恋 并和漂亮老婆离婚 还送上全部财产 通过心理操纵 不费吹灰之力 杀害八人 搞垮七个家庭 她杀人成瘾 上演一场人性的虐杀大戏 她是谁 已经做好一辈子打光棍的她 38岁时遇到了自己的爱情 完全陷入爱情的她 努力地追求着自己的幸福 别人口中忠厚善良的老实人 最终成为了灭门惨案的凶手 她是谁 作案之前多次彩排 作案过程精确到秒 精妙绝伦的完美犯罪 瞬息之间连杀十二人 她是谁 十年之间 连环奸杀女性 涉及到的冤假错案 震惊全国 临死之前 依然保持微笑 她是谁 室友间的调侃 却成为最后的遗言 日常的打闹 最终酿成血案 自习室里传来光光的声响 路过的同学 目睹分尸现场 一句玩笑话 让她向同学举起屠刀 她是谁 真实中外罪案故事 为您一一解读 主播吕鹏演播 敬请订阅收听 咱们第一期节目 就开始讲一个非常神奇的案件 神奇在哪呢 一位64岁高龄的老太太 25年的时间里 通过心理操纵 杀了八个人 导致三个人失踪 让七个家庭 那是家破人亡 全部覆灭 这老太太啊 杀人成瘾 上演了一场人性的虐杀大戏 咱们从2011年说起 这一年 在日本兵库县 尼奇市 一个和平时一样安静的派出所 突然接到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 请您快点来吧 这家人快死光了 接到报案的警员 这么一听 这事关人命的大案呢 赶紧出动 警方呢 马上派出人马 根据邻居报案的地点 在一个出租的仓库里边 发现了一句 被水泥灌入铁桶之中的尸体 死者是失踪已久的66岁女性 大江和子 这尼奇市呢 并不大 杀人案件 在这个地方并不多见 但是啊 在日本全国来说 杀人案件这是很平常的 警方一开始认为啊 这就是一起普通的谋杀案 就准备按照命案 他们去侦破呗 首先去受害者家里边 走访去啊 看看情况啊 排查 社会关系啊 到了这受害人的家庭 这一去 才发现不对劲 哪不对劲呢 这一家人啊 几乎快要被灭门了 而大江和子 居然是被家人残杀 虐待致死 感情 害死大江和子的就是家人 警方是毛骨悚然啊 随着深入调查 这才发现 杀害大江和子的 还不是作案凶手 大江和子一架六口 全部是受害者 嫌疑最大的凶手呢 居然是一位毫不相干的陌生人 六十四岁的老太太 角田美戴子 这位老太太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好好的一家人 怎么会自相残杀呢 随着警方的调查 一场尘封了二十五年的 连环操控杀人案浮出水面 七个家族彻底覆灭 八人死亡 三人失踪 七女反目成仇 亲人相互虐杀 不但乖乖的把财产房子拱手让人 还对凶手那是言听计从 角田美戴子 自己从来不动手 都是借刀杀人 仅仅凭借操控就获得了一切 这就是日本史上最离奇的大案 尼奇杀人死体一切事件 问题是 身材瘦弱 六十四岁高龄的他 是怎么毁掉这么多家庭的呢 咱们刚刚说的大江和子遇害案 这是角田美戴子被捕前的最后一起案件 也是最能体现他魅惑人心能力的一起案件 在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之后啊 我们呢将向您完整的讲述 这角田美戴子是怎样一步一步摧毁家庭 收割财产 借刀杀人的 其实啊 了解了整个案件之后 我们除了会感慨人性脆弱之外 也不得不承认 角田美戴子的手段之高 犯罪心理之复杂 这起案件呢 特别的上头啊 听完之后 相信您也会对人性有更多的理解 咱们就从这大江和子案说起 一位调查的警员就感慨 说如果大江一家 没有遇到角田美戴子的话 或许会平平安安 幸福到老吧 可命运呢 总是离奇的 你无法预知 哪一次和哪个陌生人的交集 就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大江和子一家呢 就是很普通的工薪家庭 一家六口都住在大江和子名下的土地上 大江和子是家里边唯一的老人 二女儿叫玉美 女婿呢 叫川村博之 这两口子呀 有两个女儿都上小学呢 大江和子的大女儿叫相爱 还没结婚呢 这一家人生活的平淡幸福 2003年 大江一家啊 决定重新翻修一下老房子 给这大江和子就养老用呗 于是以女婿川村博之的名义 盖了一栋三层小楼 2009年4月份的一天 这川村呢 跟平时一样 赶到了板级地铁上班 他呢 本身就是地铁的工作人员 突然就听见车厢里 传来一声惊呼 川村呢 赶忙赶了过去 在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 把被卡住的婴儿车 还有一脸焦急的 角田美代子 可就拽离了危险 角田美代子上车之后 就跟川村博之说 这可是救命之恩啊 请一定要来我们家 我亲自感谢您 川村博之就感觉举手之劳嘛 不好意思的就摆了摆手 没事没事 这是分内的事 可是美代子 特别的真诚 一个劲的 在那热情邀请 川村博之后来 也实在抹不开面子了 你看人家这么热情 得了吧 去他家里 做一次课吧 此时的川村博之 还没有意识到 这会是他日后 万劫不复的开端 凭借着老年人 独有的那种和蔼 还有非常高超的交际技巧 美代子随后 和川村博之啊 保持着非常愉快的来往 美代子就说 救了婴儿一命 这可是大事 我怎么答谢您 这都不为过 在美代子的热情之下 川村博之可不止来过一回 被邀请来家里做客 至少二十多次 俩人一回生二回熟啊 逐渐的就跟朋友似的 那么聊天 川村工作上的事情呢 也渐渐的透露 给了美代子 美代子的心里啊 就有了一个计划 他呢 想以地铁管理不当 导致乘客婴儿 被加为理由 向川村的工作单位 板击地铁 提出赔偿请求 这理由很正当啊 加上美代子 有那种不解决啊 就把这事情 给你闹大的那种气势 让川村和上司啊 就非常的头疼 不得已之下 上司同意 以公司名义 赔偿三万日元 这美代子一看 这事干得过啊 这行 于是趁胜追击 立马使用威胁的语气 说自己 要二十万日元的赔偿 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否则 我就闹大 让你们公司的高层知道 胆小的川村呢 想要稀释宁人 在上司 并不赞同的目光之下 还是给了美代子承诺 二十万 我们是真的拿不出来啊 要不 赔你十八万日元吧 每次给你九万 和大多数人一样 遇到这类胡搅蛮缠的事件 只想着赶紧私下解决的川村 在美代子眼里 那这就是绝佳的猎物啊 我不逮你逮谁去啊 美代子也知道 自己这么一闹 川村肯定会对自己冷淡 为了拉近关系 他以请客吃饭的名义 在饭桌上和川村夫妇解释了这么做的理由 川村夫妇呢 也有两个女儿 大家都是父母 彼此的心情也能相互理解 还别说 这顿饭呢 三个人吃的 那是开开心心的 美代子啊 有着特别高超的社交技巧 他就用他那种神奇的魅力和谈吐 快速赢得了川村夫妇的好感 并且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 都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但是 这也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平静而已 这美代子啊 就跟毒蛇一样 伺机而动 对猎物有着超乎寻常的耐心 长达一年的朋友关系 让川村夫妇对美代子 彻底失去了戒心 川村呢 也习惯下了班 去找美代子聊天 偶尔呢 也会对美代子 吐槽一下自己的家庭 还有自己对职场的不满 每回呢 美代子都会特别温柔的表示理解他 然后开导他 同时 自己在心里默默的盘算 哎呀 真是个可怜的家伙呀 那就从他身上下手吧 于是美代子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机会 借给了川村两万日元 但是人家绝口不提还钱的事 还表示想请川村夫妇吃饭呢 在这之后啊 美代子和川村夫妇 经常在周末聚餐 每一回吃完饭 都是人家美代子付钱 人也不提说咱们AA制吧 川村夫妇呢 就默认了 每次都是美代子请客 相处的过程之中 美代子用这种个人魅力 征服了川村夫妇 可以说好感度已经拉满了 眼看着时机已到 美代子开始了第一轮行动 这么多回一起吃饭 这餐费一共是多少啊 确定了这数额 已经大到对方承受不起之后 就开口向川村夫妇 索要之前的借款 还有平时吃饭啊 咱们是不是也该AA啊 要这AA的餐费 美代子知道 对方啊 因为不好意思 不会拒绝他的要求 确实咱们在生活里也这样啊 欠钱的人呢 总是不自觉的就敌人一头 于是川村夫妇和美代子的地位 就发生了变化了 愧疚的川村夫妇 一次性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只能在公园对着美代子下跪道歉 而美代子呢 也借此对川村夫妇拳打脚踢 表示对他们一家非常的失望 还劝川村呢 你快把你那不赚钱的工作辞了吧 离开这个到处都要你花钱的麻烦家庭 即便美代子这么过分 可毕竟川村夫妇觉得自己理亏啊 只能是忍气吞声 川村呢 就有了想开咖啡馆的念头 美代子知道了这件事 就像川村许诺 你放手去做吧 土地的事情 我来解决 大男人 别婆婆妈妈的 赶紧做决定 果然受到鼓舞的川村 回家就跟妻子说自己准备辞了铁饭碗 开咖啡馆 咱们呢 得赚大钱 妻子一听就觉得你脑子有泡吧 脑子有毛病啊 家里还两个孩子呢 不能这么冒险 川村被泼了一盆冷水 跟妻子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差 下了班呢 就去找美代子去倾诉自己的苦恼 眼瞅着夫妻俩关系 已经越来越僵硬了 美代子就把握住了这次机会 进一步引导川村 对家人的这种不满情绪 川村啊 离开那个不支持你的女人吧 你俩根本不合适 哎 这叫什么呀 放到现在这叫PUA啊 要说起来这PUA 美代子那是真在行 此时的美代子啊 别看年纪够大 长得也没多好看 但已然成了川村的完美情人了 他一边呢 用这身份抚慰川村的心灵 一边呢 煽风点火 让他赶紧辞职 2010年4月份 川村辞去干了20年的铁饭碗 把下半辈子的希望就堵在了美代子身上了 高高兴兴的川村一定想不到 他这辈子呀 即将毁在遇人不输 识人不清上了 为了庆祝他离职 美代子呢 送给川村一批高级的咖啡餐具 这让川村感激的都不行了 一边是不理解自己 还埋怨自己的妻子 另一边呢 是支持自己梦想的完美情人 各位想想 如果换作是您 您会怎么选呢 对于川村来说 答案很明显 他被美代子彻底迷住了 把公司离职补偿的九百万日元 还有贷款来的几百万日元 甚至自己名义下的房产 全部都交给美代子 用于开咖啡馆 拿到了巨额财产的美代子 高高兴兴的就搬进了川村的房子 开始和大江和子一家人生活起来 美代子的野心可不止于此啊 他要做的是要榨干每一个人 于是美代子早就成功 无数次的摧毁家庭大戏 在大江和子家上演了 咱们听了美代子的计划之后 也都能感受出来 他本人呢 一定拥有绝佳的心理洞察能力 非常优秀的交际手段 他懂得如何审讯犯人 并且十分了解人性的阴暗面 论手法 那是干净利落 论心理素质那是太高了 就像是锤炼了几百遍似的那么娴熟 美代子计划的第一步 剥离反对人员 先让这对夫妻反目成仇 从孩子们开始撬动家族关系 美代子啊 就特别看不惯有主见的妻子玉美 曾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就偷偷的给川村的两个女儿灌输玉美 不是好妈妈的思想 因为自己的母亲为了自己好 管的呢 就很严厉 对比起严厉的母亲 女儿们当然更喜欢好说话的美代子啊 利用自己情人的身份 还不断的给川村灌输妻子的坏话 慢慢的掌握了家庭地位主导权的美代子 会把所有人叫起来开家庭会议 讨论川村夫妇的离婚问题 两个女儿啊 早就对自己的母亲玉美不满意了 一边在那看戏 一边说 我们想让美代子当我们的妈妈 美代子呢 顺泡下驴呗 就逼迫妻子玉美 放弃抚养权和川村离婚 美代子啊 已然是掌握了这家人的经济了 这就像是掐住了蛇的七寸 为了摆平玉美毫无意义的反抗 美代子叫来了表兄弟李正泽 这李正泽三十多岁 身强力壮 从小就崇拜日本黑道 帮助美代子用暴力 就控制住了这一家人 如果按正常来说啊 单纯劫财的话 已经拿走这家人财产的美代子 应该停手了吧 哎 各位 贪财 只是美代子最表面的动机 他真正想要的 远远不止于此 他要做的是一场实验 是人性的虐杀大戏 有了黑道的力量 大江和子一家六口 再也不敢反抗了 美代子啊 非常娴熟的 把这一家人当作罪犯似的 那么对待 每天长达16个小时 严格控制所有人的饮食 作息 甚至想上厕所吗 得需要美代子的同意 这就是用精神控制 加上暴力辅佐 几乎没有人可以承受这种双重的压迫 妻子玉美 虽然和川村离婚了 但是啊 美代子也没放过他 还是被美代子困在家里 唯一和外界有联系的 是玉美的姐姐相爱 却被美代子呢 以家人相要挟 不得已之下 和未婚夫翻了脸 从公司离职了 打这起 一家人彻底断绝了和外界的往来 没有了任何的收入 只能靠美代子的眼色生活 美代子运用他前半辈子所积累的经验 进一步加深家庭矛盾 于是就有了计划的第二步 信赖崩塌 美代子开始了他对人性的实验 瓦解这个家族 看似牢不可破的这种信赖关系 瓦解爱情 瓦解亲情 他似乎要验证什么 那么他究竟是如何 让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庭 一瞬间反目成仇呢 要说起来啊 也没什么特别高明的手段 手段是简单粗暴 不听话的就打 打到听话为止 美代子在一家人面前 要求妻子玉美 虐待自己的两个孩子 玉美不同意 就被疯狂的殴打 打到妻子无奈同意之后 美代子就嘲笑两个孩子啊 说你们的母亲是贪生怕死的人 俩孩子可就更记恨母亲了 你也怕挨打 就虐待我们呢 性格反复无常的美代子 这一天呢 突然就扇了玉美一巴掌 他向全家人宣布 只有自己才有权利 殴打任何人 这一家人都被震慑住了 在美代子极端性格之下 战战兢兢的 轻易不敢惹他生气 美代子深知 想要瓦解一家人 只能从内部下手 所以呢 鼓励大家告密 但凡被指责的人 就会受到毒打啊 你呢 告了别人了 那么最起码 你今天不用挨揍 一时间所有人 都谨慎的盯着彼此 美代子太懂得人性了 他想要潜移默化的 影响这家人 让他们彻底的奴化 彼此针对 2011年4月份 第一个被驯化的人出现了 谁啊 您各位估计猜出来了 川村 川村本来就和美代子的关系 最近也保持过暧昧的关系 被美代子管教之后 体内的暴力因子也彻底觉醒了 川村始终就认为 我在美代子心里的地位那不一样 他想向美代子证明自己是值得信任的 被严格看守的一家人 连打磕水都会挨揍啊 美代子发现妻子玉美 偷偷的藏了一块巧克力 愤怒的殴打玉美 川村看见了 为了表忠心 不用你打了 我也打 他呢 也加入了殴打妻子的行列 一拳一拳的 挥向妻子 还在那喊着 玉美 你就死了反抗的心吧 乖乖听美代子的话 美代子一边看着 一边煽风点火呢 你这样不行啊 你使点力气呀 川村听完之后 更卖力气的殴打妻子 算是彻底打碎了妻子的期待 两个人之间的情谊 早就不复存在了 成为美代子左膀右臂的川村 从被看管者变成了看管家人的角色 家族几个人呢 最初呢 其实都暗暗下决心 打算抵抗 但是这种决心 彼此的信赖关系都消失殆尽了 如果说 这个家之前 还有一丝丝抵抗的可能性 现在已经彻底的没有了 成为了美代子的玩物 美代子性格里最残暴的部分 彻底暴露了出来 这时候开始了计划的第三步 也就是激发大家的奴性 被长期虐待的大江一家 渐渐的就生出了斯德哥尔摩心理 美代子看到苗头之后 就把暴力控制变得更严苛了 他知道自己就快成功了 美代子开始让所有人反省 在暴力关押之下 写下自己的错 再念给他们听 关键小黑屋 还用特制的惩罚棒 被殴打他们 被殴打的人呢 浑身的血痕 基本上都算是毁了容了 此外 美代子还贬低他们的自尊 让大江一家精神濒临崩溃 美代子啊 满意极了 这种掌控别人人格的快感 是他前半生获得的最大的快乐 从美代子接触大江家 至今刚刚两年 他就完全控制了这家人 2011年7月份 美代子的欲望越来越大 他还想得到大江一家土地的所有权 而所有权在60多岁的大江和子身上 于是他对大江和子进行了服从性测试 让他自愿跳楼 却被大江和子给拒绝了 这不仅仅是一次自保的拒绝 更是对美代子辉煌战绩的羞辱 从那以后 大江和子在美代子的针对之下 就成为了家族群殴的对象 美代子对和子的看管更严格了 一天只能吃两顿饭 一天只能上两次厕所 八月中旬开始 每天喝水在500cc以下 连睡觉都被限制 但凡和子不遵守 就被美代子的左膀右臂 也就是曾经的女婿川村进行殴打 家族在美代子的控制之下 渐渐生成了金字塔结构 排在最上面的是 拥有至高权力的美代子 美代子之下呢 是唯命侍从的女婿川村 再往下是妻子玉美 还有玉美的姐姐相爱 而最底层则是老母亲大江和子 所有人都有权力殴打和子 来进行自保 日本的房子呀 过去这隔音条件不太好 邻居听到惨叫之后 多次报警却从未被警方重视 老母亲和子根本经受不住常年的虐待 于是家族第一个受害者就诞生了 2011年夏天的一天 这一天晚上九点 全家人在附近的公园里 对和子拳打脚踢 这次殴打还被美代子起了一个名字呢 叫家族的发泄口行动 直到周围的邻居看到之后报了警 警方赶过来的时候 殴打已经持续了20分钟 美代子最高明的地方就在于哪呢 他知道要想让一家人彻底断绝报警的心思 就是让所有人手里边都沾上血 变成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要借这家人的手来杀死不听话的和子 2011年9月11号 在美代子的指示之下 一家四口再次殴打睡着的和子 66岁的大江和子被女儿们活活打死 和子死后 美代子决定伪造成自杀 并且让川村写了家族遗书 土地财产房屋全部留给美代子 美代子处理尸体也非常有经验 他第一时间把死去的盒子 用冰水浸泡在了公寓的浴缸里 并且立刻命令川村买好铁桶 用水泥灌装尸体 遗弃在废弃的仓库里 每个人都是亲手杀死和子的凶手 谁也跑不了 那么就谁也不会报警了 这才让美代子彻底安心 可姐姐相爱 对母亲的死还是抱有愧疚的 这也惹恼了美代子 相爱就顶替了和子的地位 被全家人针对 2011年10月30号 川村和美代子在公寓附近的车里面 捆绑监禁了相爱 让他自生自灭 幸运逃脱的相爱 一个人逃到了大阪 隐姓埋名 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听到这儿 您认为相爱真的逃脱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美代子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钻空子的机会 相爱逃跑之后 他立刻跑到派出所报案 一边哭一边说 我重要的家人失踪了 请你们一有消息 一定要通知我 不知情的警方 就把相爱在大阪换驾照的消息 通知给了美代子 这一回啊 被抓回来的相爱 再也没能活着逃出来 相爱被虐待致死之后 川村把相爱的尸体扔到了海里 也因此被警方抓获 之后 美代子和这家人全部被捕 因为长期的限制饮食 妻子玉美被抓捕的时候 已经濒临饿死了 体重只剩下七十斤 川村的体重也报受了七十斤 即便证据确凿 川村在庭审之中 仍然以被美代子迷惑 丧身心神为由 主张自己无罪 但是种种迹象表明 他始终有着清晰的大脑 警察和法官都对拥有着不可思议的犯罪能力的美代子 产生了好奇 他怎么就这么大本事呢 可惜的是 被逮捕之后 美代子就在拘留所里面自杀了 办案人员呢 曾经询问过一家人对美代子的看法 川村说 虽然美代子毁了自己的家 但他对自己的恩惠其实更大 而玉美呢 则压根不想评判美代子 反而更悔恨自己殴打了母亲 看来 即便美代子被捕 这家人也无法从被支配的精神之中解脱出来 甚至陷入了对美代子的某种崇拜 大江一家 是美代子作案二十五年来的最后一起案件 匪夷所思 却环环相扣的作案手法 娴熟又精湛 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 我们能够发现 美代子早期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那么究竟美代子 是如何掌握这些能力 一步一步成为操控人性的顶级杀人犯呢 这个拥有神秘魅力的角田美代子 究竟是什么来路呢 如果您各位听了他的早年经历 我们就能清楚的看到一个冷血变态杀人魔 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 1948年 美代子和妹妹三只子 出生在尼奇市 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里 父母经常吵架 父亲是当地很厉害的包公头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左右 日本有很多体力劳动者来到尼奇市打工 父亲让工人们住在自己家里 从他们的劳动血汗钱里抽取百分之四十 有时候呢 又提供一些酒水 用这种鞭子和糖的方式训练打工者们 顺从听话 从小耳濡目染的经历 让美代子就意识到 人原来是可以被操控的 上中学时 父母决定离婚 美代子和妹妹啊 也不得不辗转在双亲之间生活 那是居无定所 说散就散的父母 冷漠的家庭氛围 伴随他度过了整个少年时期 也在他的心底 种下了不信任别人的种子 那时候的他 刚好处于叛逆期 叛逆期的少女嘛 似乎总是想证明一些什么 初中毕业之后 想像大人一样生活的美代子 就和前夫同居了 1972年4月10号 23岁的美代子和前夫 登记了结婚 专心做起了家庭主妇 那时候的他 和千千万万个普通女人一样 过着平淡的生活 婚后打理家庭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坚持 就是坚决不生孩子 那这样一个女人 您认为他应该是什么性格呢 一起生活了十年的前夫说呀 美代子只是一个非常胆小的女人罢了 生气了也会哭哭啼啼的 有一次回家 在京桥站地铁走散了 他害怕迷路 哭着在站台上等我 前夫难以置信 这个胆小的女人 居然会成为震惊日本的大暗凶手 让美代子产生惊人变化的 其实是接下来的这段经历 真是中外最暗故事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再会